善德王力 惠德曼 真凭王长女也 母 今世摩耶夫人 德曼姓宽人明明 王轰 吴子 国人立德曼 上号圣祖皇姑 前王时 德字唐来牡丹花图并花子 已是德曼 德曼曰 此花虽绝艳 必是无香气 王孝曰 尔何以知之 对曰 画花儿蝴蝶 故知之 大迪女友国色 难随之 花有香气 风蝶随之故也 此花绝艳 而图画又无风蝶 势必无香花 种植之 果如所言 其先是如此 元年 二月 以大臣以继总持国政 下五月 汉 至六月 乃宇 东十月 前使抚问国内 观寡孤独不能自存者 正叙之 十二月 前使入唐朝贡 二年 春真月 青寺神宫 大赦 赴诸周俊一年租调 二月 京都地震 秋七月 前使大唐朝贡 八月 百季清西变 三年 春真月 改元人平 分黄四成 三月 宝 大如历 四年 唐前使持节 侧命王为祝国月亮 郡公心罗王 以席附封 明妙四成 东十月 前仪餐水品 龙树 巡抚州县 五年 春真月 拜仪餐水品为上大等 三月 王吉 依岛无孝 于黄龙四摄摆高座 吉森奖 仁王金 许度森一百人 下五月 虾马大吉宫西御门池 王文之 魏左右约 虾马怒目 兵士之乡也 吴长文 西南边亦有地名御门故者 其或有领国兵前入其忠乎 乃命将军二川 必吞 律兵 网搜之 国百计将军于赵 御席独山城 律甲氏五百人 来福其处 二川眼疾尽杀之 慈藏法师 入堂求法 六年 春真月 拜一参丝珍为舒服寒 秋七月 拜二川为大将军 七年 春三月 七仲城南大石 字宜三十五步 秋九月 雨黄花 东十月 高沟离清北边七仲城 百姓惊扰入山谷 亡命大将军二川 安吉之 十一月 二川与高沟离兵 站于七仲城外 克之 沙鲁慎重 八年 春二月 以河瑟罗洲为北小金 命杀参珍珠镇之 秋七月 东海水赤且热 于憋死 九年 夏五月 王前子弟于堂 寝入国学 世时 太宗大指天下名如为学官 属性国子间 史之讲论 学生能名一代金以上 皆得不关 增助学舍千二百间 增学生满三千二百六十元 于是四方学者 云集经师 于是 高沟离 百姬 高昌 土藩 一前子弟入学 十亿年 春真月 前使大唐献方务 秋七月 百姬王一词大举兵 攻取国西四十余城 八月 又与高沟离谋 欲取党相城 以绝归唐之路 王前使告急于太宗 四月 百姬将军允中 领兵攻拔大爷城 都督依参品氏 舍之竹竹 龙氏等死之 东 王将法百姬 以报大爷之义 乃遣一餐经春秋于高沟离 以寝师 初 大爷之败也 都督品氏之妻死焉 是春秋之女也 春秋闻之 以诸而立 终日不顺 人物过前而不知审 继而言曰 皆呼 大丈夫岂不能吞百姬呼 便亦王曰 成愿奉使高沟离 请兵以报怨于百姬 王许之 高沟离王高脏 素闻春秋之名 言兵卫而后见之 春秋静言曰 经百姬无道 为长舌封使 以轻易我封疆 寡军院的大国兵马 以袭齐齿 乃使下臣致命于下执事 立王位曰 竹林本是我的分 如若还竹林西北之的 兵可出烟 春秋对曰 臣奉军命启师 大王无意就换以善灵 但威杰行人 以要归得 臣有死而易 不知其他 脏怒其言之不逊 求之别管 春秋前使人告本国王 亡命大将军惊信 临死是一万人赴之 信行军过汉江 入高沟离南境 立王闻之 放春秋以孩 拜信为鸭梁州君主 十二年 春真月 前使大唐县方物 三月 入唐求法高森慈藏骸 秋九月 前使大唐上言 高沟离 百计清零成国 类遭恭喜属时辰 两国联兵 其之必取 将以金资九月大举 下城设计必不获权 谨遣陪陈归命大国 愿其偏师 以存救援 帝位使人曰 我使埃尔维二国所清 所以平前使人和尔三国 高沟离 百计选种翻会 亦在吞灭 而分而屠语 尔国设何其谋 以免填阅 使人曰 无王室穷寂静 为告及大国 既以权之 帝曰 我少发鞭兵 总契丹 袜舌植入辽东 尔国自解 可还尔一年之为 此后之无忌兵 还似亲五四国巨扰 于尔未安 此为一策 我又能给尔数千株袍丹制 尔国兵制 见而成之 彼见者以为我兵 必皆奔走 此为二策 百计国世海之眼 不修机械 男女分杂 互相厌聚 我以数十百船 载以甲醋 咸梅泛海 直习其地 尔国以妇人为主 为邻国亲五 施主颜寇 弥修宁 我遣一宗之 以为尔国主 而自不可独往 当浅兵营护 呆尔国安 任而自首 此为三策 而疑私之 将从何事 使人但为而无对 地探其拥毙 非启师告急之才也 十三年 春真月 前使大唐县方物 太宗前私农城乡里选讲 及喜书 赐高沟里约 新罗伟命国家 朝贡不阙 尔鱼百计 以及吉兵 若更公之 明年当初诗 吉尔国以 盖苏文为选讲曰 高沟里 新罗 怨戏已久 王者随世相亲 新罗臣信 夺高沟里五百里之的 臣义皆具有之 非凡的海臣 此兵孔未能以 选讲曰 以往之事 焉可追论 苏文竟不从 秋九月 王命姓为上将军 领兵罚百计 大克之 取成七 十四年 春真月 前使大唐贡献方物 与姓自罚百计孩 魏剑王 百计大军赴来扣边 王命拒之 遂不至家 网罚破之 斩首二千级 三月 报命于王 魏德归家 又急报百计赴来亲 王以世级 乃曰 国之存亡 戏功一生 树不但劳 往其屠之 与姓又不归家 昼夜练兵 西行道 过宅门一家男女 瞻望替气 功不故而归 三月 创造黄龙四塔 从此藏之情也 下五月 太宗亲征高沟里 王八兵三万已驻之 百计成虚 习取国西七城 冬十一月 拜一餐皮坛为上大等 十六年 春真月 皮坛 莲宗等位 为女主不能善理 阴谋判举兵 不可 八日 王轰 誓曰善德 藏于廊山 论曰 陈文之 古有女娃氏 非正是天子 左福西里九周二 志若屡志 五兆 直幼若之主 临朝称志 史书不得公然称王 但书高皇后屡氏 则天皇后武士者 以天言之 则阳刚而阴柔 以人言之 则男尊而女卑 其可徐老欲出归房 断国家之正是乎 新罗浮起女子 楚之王位 成乱世之士 国之不亡 姓也 书 云 聘姬之臣 义 云 雷史福之竹 岂可不为之戒哉 甄德王编辑 甄德王立 明圣曼 甄平王母帝国范葛文王之女也 母 普世岳明夫人 圣曼资子李立 长七尺 垂首过西 元年 正月十七日 朱皮坛 作死者三十人 二月 拜衣参俄川为上大等 大阿参首胜为牛头舟君主 唐太宗前史迟节 追赠前王为光禄大夫 仁侧命王为祝国风乐浪郡王 秋七月 前史入唐谢恩 改元太和 八月 惠心出于南方 右众心北流 东十月 百级兵为茂山 甘雾 洞层三城 王前宇姓 律步其一万以巨之 苦战弃节 宇姓麾下披宁子及其子举针 入敌阵 及格死之 重劫奋机 斩首三千余吉 十一月 王清四神宫 二年 春真月 前史大唐朝贡 三月 百级将军一职 清西便 县摇车等一时余城 王换之 命押梁州都督与姓以谋之 与姓于世训立士族 将已发行 意直拒之 与姓分君为三道 夹击之 百级兵败走 与姓追北 杀之几境 王月赏赐士族有差 东 史涵至许朝堂 太宗赤玉史问 新罗臣氏大朝 何以别称年号 致许言 曾侍天朝为班正硕 事故先祖法兴亡以来 私有纪年 若大朝有命 小国又何敢焉 太宗然之 浅一参经春秋及其子文王朝堂 太宗浅光露清柳亨 焦劳之 济至 见春秋仪表英伟 后代之 春秋请义国学 观世殿及讲论 太宗许之 仍赐玉至温汤及敬慈悲并心传 敬书 长照宴见 赐以金箔由后 问曰 清有所怀乎 春秋贵奏曰 臣之本国 辟在海鱼 服侍天朝 姬有年 而百计强华 似清灵 旷往年大举深入 攻陷数时辰 以赛朝宗之路 若陛下不借天兵 简除凶恶 则必以人民 敬为所路 则提杭树直 无腹妄以 太宗申然之 须以出师 春秋又请改其章服 以从中华制 于是 内出征服 赐春秋及其从者 教授春秋为特径 文汪为左五位将军 海国赵令三品以上宴见之 优理圣辈 春秋奏曰 臣有妻子 愿使不离圣民宿位 乃命其子文汪与大监而孩 春秋还至海上 欲高沟离罗宾 春秋从者闻君姐 高官大一 坐于船上 罗宾建以为春秋 捉杀之 春秋成小船治国 王文之皆痛 追赠君姐为大阿参 忧赏其子孙 三年 春正月 始伏中朝一关 秋八月 百季将军殷香绿重来 攻陷石图等七成 王命大将军与姓 将军成春 竹子 天存等出巨之 转斗金寻不解 净屯于道萨成下 与姓未众约 今日必有百季人来迭 如等阳不知 勿敢谁何 乃使逊于军中约 兼臂不动 明日待援军 然后决战 蝶者闻之 归报英相 英相等未有嘉宾 不能不宜句 于是 宇姓等禁机大败之 沙鲁将士一百人 斩军促八千九百八十级 或战马一万匹 置若兵杖 不可胜数 四年 下四月 下教 以真骨在位者 执押户 六月 前使大唐 告破百季之众 王之锦作武言太平诵 浅春秋子伐命 以献堂皇帝 其词曰 大唐开红叶 唯唯黄尤昌 指歌荣唯定 修文记百王 统天宠语诗 礼物体寒章 生人携日月 府运卖石康 番奇和赫赫 真骨和黄黄 外遗为命者 减负被添殃 淳封宁悠险 辖尔静城祥 四十何玉竹 七要寻万方 为月降宰府 为地人忠良 五三成义德 招我唐家皇 高宗家焉 拜法免为太府亲以孩 是 始行中国永辉年号 论曰 三代根正硕 后代称年号 皆所以大一统 新百姓之事听者也 是故狗非诚实并起 两立而征天下 与夫兼雄 臣尖而坐 寄予神器 则偏方小国 臣属天子之帮者 故不可以思明年 若新罗以义是中国 始行共匪 相忘于道 而法兴自称年号 或已 绝后成千席谋 多年所闻太宗之俏让 有且应循 致逝然后 奉行唐昊 虽出于不得已 而亦可谓过而能该者已 五年 春正月朔 王玉朝元殿 受百官正贺 贺政之礼 始于此 二月 改兵主为执事部 仍拜波真餐主旨为执事中事 以掌机密事务 新罗浅波真餐惊人问入唐朝贡 仍留宿位 六年 春正月 以波真参天小为左礼方府令 前使大唐朝贡 三月 京都大雪 王宫南门 无故自毁 七年 冬十一月 前使大唐 现金总部 八年 春三月 王兽 誓约贞德 藏沙良部 唐高宗文之 为举哀于永光门 使太长城张文收持截调祭之 赠开府一同三司 赐采断三百 国人为始祖贺居士至贞德二十八王 为之圣谷 自武裂至末王 为之真谷 唐令胡臣 新罗纪 曰 齐国王族 为之第一谷 于贵族第二谷 武裂王编辑 太宗武裂王历 惠春秋 真志王子一参龙春之子也 母 天明夫人 真平王女 非 文明夫人 书选角参女也 王以表英伟 又有记事志 是贞德 为力一参 唐帝受以特境 即贞德轰 群臣请二川一参摄政 二川故让曰 陈老矣 武德行可称 今知德望重重 莫若春秋功 时可谓既是英杰以 遂奉为王 春秋三让 不得已而就位 元年 夏四月 追封王考为文心大王 母为文真太后 大赦 五月 命礼方府令两首等 祥卓律令 修订礼方府格六十余条 唐前世持节备礼 侧命为开府一同三司新罗王 王前世入唐表谢 二年 春真月 拜一参金刚为上大等 伯真参文中为中式 高沟黎与百计 瓦舌联兵 清义我北境 取三十三成 王前世入唐求援三月 唐浅盈州都督成明镇 左右为中廊江苏定方 八兵机高沟黎 立元子发命为太子 树子文汪为一参 老旦为海参 仁太为脚参 致敬 凯元各为一参 东十月 牛首州县白鹿 屈服俊敬白珠 一首二申八足 王女制兆 下架大脚参与姓 立古楼月城内 三年 金人问字唐规 岁任君主 兼驻张山城 秋七月 前子左五位将军文王朝堂 四年 秋七月 以善郡大水 逆死者三百余人 东土寒山地然 三年而灭 新伦四门自坏 北沿崩碎为米 食之如陈苍米 五年 春真月 中世文中改为一参 文王为中世 三月 王以和瑟罗的连袜蛇 仁不能安 八经为州 志都督以镇之 又以西直为北镇 六年 下四月 百姬平范靖 王将伐之 前使入唐启师 秋八月 以阿参珍珠为兵部令 九月 和瑟罗洲静百鸟 宫州鸡郡江中 大鱼初死 长百尺 食者死 东十月 王座朝 以请兵于唐部报 忧行于色 忽有人于王前 若先成长春 霸郎者 言曰 臣虽枯骨 犹有报国之心 左道大唐 任得皇帝命大将军苏定方等 领兵以来年五月 来法百计 以大王秦祝如此 故控告 言必而灭 王大金一支 后赏两家子孙 人命所思 创汉山州庄义寺 以资名符 八年 春二月 百姬残贼 来宫四比城 王命一参品日为大壮将军 银参文王 大阿参良图 阿参中长等赴之 银参文中为上州将军 阿参真王赴之 阿参义服为下州将军 武须 许川等为南川大监 文品为士状将军 义光为郎状将军 罔救之 三月五日 至中路 品日分辉下军 先行 网斗两颖城南 相迎帝 百计人望正不整 促出急机不易 我军惊骇溃北 十二日 大军来屯古沙比城外 进攻斗两颖城一朔有六日 不可 下四月十九日 班师 大壮士壮先行 下州军殿后 治兵古壤 遇百计军 相斗败退 死者虽小 时王兵谢资众甚多 上州狼壮欲贼于脚山 而进击克之 遂入百计囤报 斩获二千集 王文君拜大金 浅将军金纯 真卿 天存 主旨祭师救援 治家师西京 文君退治家赵川 乃还 王以珠将败继 论法有差 五月九日 高沟黎将军脑阴信 与袜舌将军申携和军 来攻树川城 不可 移攻北汉山城 猎炮车飞时 所当皮屋者坏 城主大舌东坨川 使人直铁吉利于城外 人马不能行 又破安养四领快 输其财 随成坏处 极构为楼鹿 截环网 玄牛马皮棉衣 内设弩炮一首 十 城内只有男女二千八百人 城主东坨川 能激力少弱 以敌强大之贼 凡二十余日 然良静力疲 至城告天 忽有大心 落于贼盈 又雷于以震 贼以拒解围而去 王家讲东坨川 卓为大奈马 以阿都周于大爷 以阿参宗征为都督 六月 大关四井水威胁 金马郡的流血广武部 王鸿 誓约五列 藏永进四北 上号泰宗 高宗文父 举哀于落城门 周于小谁 吓约六号泰宗文父 以后桑川 之三